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CLN城市生活报的时事焦点 今天是6月24号 我们今天一样 用很快速的用关键字来分享 现阶段我们所大家关心的一些时事 好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关键字是蔡明忠 蔡明忠是谁 他是台湾大哥大的董事长 那他最近为什么大家会关心到蔡明忠 是因为他跟另外一家电信业的老板徐旭东 两个大老板隔空喊话 台湾大哥大有病台湾之心 远传并定调了亚太电信 那之间可能就是你来我往 为了一句话什么头脑清不清楚 所以大家关心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在商业上面两个大老板 蔡明忠跟那个许旭东 两个人的一些隔火 一些隔空交战 这个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一个关键字 这位是陈文倩 大家都知道陈文倩 是一个人知性的一个女性 她今年已经64岁了 大家都知道她到最近都比较少在荧光幕上面 为什么因为身体不好 那最近这几天她发出来的新闻是说 真的很痛苦 因为她得应该是所谓的肿瘤是肺腺癌 所以大家也希望她身体要顾好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那个那么的悲观 因为现在科学那个医学上面来讲 应该来讲是越来越进步 所以只要有治疗就有希望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的关键字是什么 内流感 这一个是我们台湾的五个县市 哪五个县市 就是台中、桑化、南投、台东跟花莲 这五个县市 最近好像很多人就是内流感 感觉起来像流行性感冒 那但是又不一定是流行性感冒 那所以说很多人就把它称为叫做内流感 那这个患这种流感 内流感的民众很多 那我们的流行指挥中心说 最近并没有流感的那个传染 普遍的这种讯息 所以这个就称为内流感 其实很可能也是新冠病毒 那再来我们看下面 这个消息就有趣了 非常有趣 就是台南的美术馆 台南美术馆最近有一个展览 叫做僵尸展 如果大家看一下我们旁边的那个图的话 你有发现有那种湘西感湿的这个画面 台南美术馆里面就是有所谓展出亚洲的地狱与幽魂展 地狱与幽魂展 那在他的展厅里面就放了那个湘西感湿的一个画面 你看看那个画面就有看到 会跳会跳会跳 所以湘西感湿就是跳来跳去 结果就被人家骂 为什么宗教难题 宗教的一些团体就骂怪力乱神 因为台南美术馆是国家美术馆 是国家级的美术馆 怎么可以展览这个 其实大家也放轻松一点 因为这个 那美术馆本来就是有各种角度去呈现 他们要呈现出来的一些概念 但是有些人说看到以后会怕 那你就把它变成限自己好了 很多的小朋友不要进去看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城市关键的东西是什么 第二市场 所谓第二市场 这个市场在哪 在台中 台中第二市场 昨天好像 昨天23号 早上发生一件凶杀案 好几个人打架打架打架 吃东西 忽然就早餐的时候打架 那结果有一个黄姓 黄姓的男孩子被打伤 被什么打伤 用那个电 工业用的风扇这样打 这个好像比棒球棍 棒球棒还厉害 人就打死了 结果警方就把这些 行凶的人都找出来 结果是发生什么事呢 一场误会 为什么 因为打人的人以为这个黄姓的男子 那时候他正在打电话 打电话 这些人 行凶的这些人都以为说他继续 绕狼 绕狼过来 要修理他们 所以先把他打死 结果一场误会 那个人只是叫人 那个姓黄的受害者 他其实只是叫人家来吃饭而已 结果因为误会而打死 所以年轻人可能做很多事情要三思而后行 而且冷静一点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哇今天人名很多 陈明文 陈明文为什么会登上那个热搜呢 陈明文这次不是因为他拿了三百万这样走来走去 不是他不是在高田了三百万这是 他是扯上了谁扯上了黄之汉 平之汉 钱 宣伤 那他有委托一个前历委叫黄国昌 黄国昌 当他的律师 那个黄国昌 adian 那个陈明文 成亲接见过 枪杀他的那个竹联邦的 行凶的人 好像就是行凶的人有去牵扯到 陈明文 那陈明文就很不爽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污蔑我 我这是一个大立委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所以这个其实大家会关心 陈明文其实是跟馆长 之前的枪杀案是有关的 那至于说他们的发展是怎么样 我们就且看后面了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高端 哇 高端现在又有新闻了 高端只要有新闻出来的话 一定是跟什么有关系 跟股价有关系 高端在23号昨天发表一个 发表一篇文章说 他们有高端的保护力是84% 他们的保护力是有84% 那结果被蓝营的立委踢爆说 他这一个高端保护力84% 并不是科学实验的数据 而是什么 而是一种超人家的二手资料 对 这个刊登在瑞士科学期刊的 MDPI的研究报告上面 其实有几个单位这样子的写 结果高端是把他凑成以后 被人家踢爆是说 他的资料是凑出来的 是二手资料 那高端这样子发表出来说 他的保护力有84% 股价就上来了 那我看如果说又被踢爆 我看股价又跌下去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则的热搜是什么呢 好来 我不晓得各位观众对于 妮娜这一个名字呢 有没有印象或是认不认识她 其实这个新闻其实是一个 昨天 在那个小琉球啊 东港那边的码头 有一个人拍了一个相片 就拍什么呢 拍一个女孩子 在叫计程车之类的 在路上啦 叫计程车之类的 那结果这个女孩子呢 为什么会被人家热搜呢 她叫妮娜啦 她为什么被热搜呢 因为她穿着比金尼 身材很好啊这样子 在那个街上这样的 叫计程车啊被人家拍到 这个新闻事实上是有点 有点八卦一点啦 我们如果看隔壁啊 我们的那个那个 画面你就知道妮娜是谁 其实 她在小琉球被拍到的这个 她是穿的是比金尼是蓝色 可是我们从那个 从我们的画面里面 她也有在街上穿比金尼走来走去的 大家如果看那个中间第三个 她也是可能是她的习惯了 就喜欢穿个比金尼 她觉得她身材不错吧 那这个就可以有热度 那这个个人个人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就往下看了 哇这个是许兰芳 大家对许兰芳应该稍微有点印象 她就是一个长得漂漂亮亮的一个 她算医生嘛 OK 她就是都会讲一些比较隐私的事情 那最主要是 她发了一个新闻出来 她说女性同胞如果现在的话 夏天这么热的时候 私密处不要乱洗 OK 有很多的那种所谓的那个香香的这些 这些的清洁清洁用品呢 她尽量不要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越用会越糟糕 她只建议用水洗 OK 这个其实这个新闻上面最大的一个 所谓正面上面就是用水洗 OK 好 再来最后呢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哇这个这个议题就大了 金砖五国 OK 之前之前好像好久之前的话 大家就有听过金砖四国 金砖四国是哪四国呢 有那个印度俄罗斯巴西跟南非 那时候是金砖四国 那现在为什么店五国呢 因为有一个国家又进去了 叫做中共 我们中国大陆 中共进去了 所以变成金砖五国 因为大陆的发展也很大 那所以说 她的金砖五国呢 要来抵抗 对抗不能叫抵抗 对抗美国所最近弄出来的一个叫做 就是四方对话 美国前些日子那个拜登走来走去 到了印度日本还有澳洲呢 这样子要整合起来叫四方对话 那中共也觉得说你们这样子组合起来是为了要抗中 所以我就要来把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 但是好像国际媒体的话对他来讲对这个金砖五国没有很看好 为什么呢 因为金砖五国里面有一个国家叫做印度 那中共呢 常常跟印度打架 所以呢 很可能是贸合神礼 OKOKOK 好没有啦 这个就是 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在打架也是代表性 反正俄罗斯后面也有中共也有一些国家支持 那乌克兰的后面就有北约有一些的英美啦 这种欧洲欧美国家支持 那现在变成全世界其实也都走向那个打群架 打群架的模式 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啦 因为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引起世界大战 这样就对于我们这种善良老百姓真的不是好事 好OK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讲到这里 欢迎各位继续再来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